今天咱们做一个玉米面团 菜团子 用的是生菜 鸡蛋 胡萝贝 还有洋葱 咱们先把 油菜 掰 摆好 给它切成条 咱们先切胡萝贝 把胡萝贝切成丝 切成片 再切成丝 再切洋葱 再切成小冰 就可以了 咱们就开始焯 就可以了 咱们就开始焯 咱们搁点盐 点油 里边 焯水以后 这个割盐和割油 焯水以后 菜是绿色的 是非常好看的 咱们看着这个色 差不多颜色变色了 咱们就可以捞出来了 要不颜色 要不颜色 时间长了 颜色就不好看了 这些 要不颜色 要不颜色 不颜色 不颜色 灯燥 焯水 可以 放入 葱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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它要比油菜硬,咱们就得多焯一会儿 这个水开了就可以了,就捞出来了 打,两个鸡蛋 打一打 开火 倒一点点油就可以,不用倒多 倒一点点油就可以,不用倒多 倒一下碎糊状就可以了 这样就可以了 咱们这个,是用凉水过了一下 咱们转了,给它转出来 这样都给它打开了 葡萄贝也转一下 打开了 鸡蛋 洋葱 鸡蛋 咱们先倒,海鲜酱油 倒一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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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胡椒粉 再加点玉米粉 加两勺玉米粉 把它们混合起来 起到粘合的作用 再来点鸡粉 鸡粉是提鲜的 鸡蛋 这个给它团上团 它就 团上一个团 蘸点玉米粉 蘸均匀了 蘸好了以后 再团一团 再团一团 它就能站住了 再搁干面粉里头 搁干面粉里头 搁干面粉 鸡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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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给它咕噜一下 沾满 沾满了以后 再团一团 它就能站住了 这个玉米菜团 好处就是 直接就不用 你发面 也不用你擀面 直接就 做好馅 到面上 一咕噜就可以了 它 没有特别厚的皮 丑得特别筋道 先用蒸锅 加上水 跟咱们蒸馒头 是一样的 咱们就加这么些水 多加点水 加个小梯 把盘放进去 盖上盖 蒸 这个蒸15分钟 中间呢 那个打开以后呢 再加上点 刷上点油 表面省了干吧 咱们要刷点油上去 它不干吧 要不就 要不就发干嘛 这样就可以了 再干上盖 再蒸5分钟就可以了 咱们呢 咱们呢 尝一个 咱们尝一个 咱们尝一个 的玉米 才突然看 麦皮呢 就特别特别的薄 里边的馅 特别颜色 特别好看 像咱们姐妹们 要加上减肥的 吃这个是最好的 这个 还咬着特别脆成 把它呢 还特别吸引领 这个呢 咱们 多吃点这个 营养价值要 更高一些